大家好,末代港督彭定康昨天在香港主权一交中国24周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党庆百年党庆 你看7月1号,香港主权一交24周年,也赶上中共百年党庆 彭定康末代港督他也发表了对香港谈话 说香港有不少的内奸存在,破坏了民主自由 他也向香港人勉励不要失去盼望,因为自由终会归来 号召香港人要自由 彭定康昨天发布了影片 他先是批中共,说是全球少数行使中央集权的大型列宁主义政党 黎智英等人是为了逃避中共,才移居香港 因此不应该期望香港人是爱国等于爱党 这是他影片,他里边说的 彭定康也批评啊 中共这个压制苹果日报 打压言论自由,以新闻自由 执意不理国际舆论,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害怕香港人心中相信的价值撼动其政权 他强调中共将香港变成附属品 香港警察不为香港人服务,反而效忠中国的国安部 香港人有不少内奸破坏民主自由 这些人的家人却都有外国护照 彭定康勉励香港人自由终有一天会归来 认为香港人坚守的信念会在中共列宁主义政权消失后继续长存 并勉励香港人在残暴的政权下也不要失去盼望 这个话很有煽动性 你看完彭定康的话很有煽动性 你觉得这个确实是自由嘛 每个人都向往自由 听完以后你就会认为彭定康代表了自由 但是我有点观点不一样 因为特别是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这个情况和新疆很像 我刚才也讲了 新疆也发生了什么暴恐袭击恐怖袭击 也发生动荡 香港现在也发生 香港现在也发生了恐怖袭击 而且香港从19年开始打砸抢烧 社会也出现动荡 香港和新疆越来越像 新疆大家知道中国也在新疆维稳 那么现在国安法到了香港 用香港的警察也在维稳香港 你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围着中国一圈 都在出现类似于颜色革命的这种 这种动荡 如果缅甸不发生政变的话 我估计现在缅甸渗透到中国 包括云南 中国云南 广西 西藏 可能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中国一圈都找起来了 这些我说的 点着了中国的这个周边 想要烧到中国 那你看啊 整个这个大的情况 像彭定康说的 是为了自由民主吗 我想问问彭定康啊 你彭定康当港督的时候 港督是殖民时代的 是殖民者的称呼啊 港督啊 是民选的吗 你这港督啊 香港是一票一人一票选 你这个彭定康吗 你代表自由 我就是感觉像一个 就像什么 像一个皇帝啊 和一个皇帝 再给大家布道啊 民主自由 你这皇帝是人民选出来的吗 人民能选你当皇帝吗 你是什么 女王任命的 你就是代表殖民主义 就代表集权 然后你大人不惭 在这讲民主 这是香港人最 我觉得香港人最应该理解的 应该看懂英国人 看懂西方啊 这不是很搞笑吗 一个末代港督啊 英国女皇任命的港督啊 根本没经过民选的 然后上来就说民主自由 彭定康给过你香港人自由吗 哪个香港人说彭定康你给我滚蛋 去你妈的香港港督 彭定康不抓你吗 那时候香港警察不抓你吗 他不还在那当港督吗 一直干到97年吗 那个时候给你们自由了吗 我说过你得看透香港这个事 就彭定康这些人呢 他现在呢在英国我告诉大家 他这些在英国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政治资本 英国人也不屌彭定康这些 他只能先跑到香港来 来在这打打擦板球 忽悠一帮香港年轻人 那么香港年轻人有的人 还真不知道彭定康到底是什么人 那是末代港督啊 殖民头子 告诉你们自由民主啊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另外我之前也说了 香港现在和新疆很像了 为啥呀 为什么呀 怎么新疆出完事 香港又出事 而且你看看都围着中国一圈 背后逻辑不就是 中国和西方现在在竞争吗 中国要超越美国吗 美国现在就围堵中国呀 你中国能过好日子吗 你能超越我吗 你超越我了 我不就落后了吗 我这美元罢全部就没了吗 你看在这个时候 新疆香港都乱 如果中国不把这个缅甸 那个地区稳定了 那包括云南 也可能要乱 未来台湾海峡 东北 看之前讲的 内蒙都要乱 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 幸亏背靠背 不然整个东三省一乱 什么样啊中国 你看懂没有 你看懂没有 这跟自由民主有关系吗 有半毛钱关系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香港人真正想 想什么自由民主啊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把美国影响到香港 把美国影响香港 这个势力排挤走 特别19年那个事不发生 19年之前 为什么没有国安法呀 香港人想明白没有 为什么19年 美国势力进来以后 特别黎智英这帮人 上街忽悠你们 一起抗议 晚上打砸抢烧 中国就推行国安法呀 谁在搞香港啊 是光是大陆吗 大陆是在防守啊 这不在维护香港稳定吗 难道现在天天还出去打砸抢烧吗 还天天出去烧吗 你香港人有饭吃吗 国安法不维护香港的稳定吗 现在这 你这个逻辑得看懂啊 有的时候真的啊 你这个角度不同 你得出结论是不同的 得出结论是不同的 我希望香港人 你从我的频道里边 你看清楚很多真相 不要跟他们一起上街 搞这些事情 香港人远离政治 香港人就能恢复到和平 恢复了和平香港未来 明白吧 也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 你要看懂啊 现在整个大事是中国和美国在博弈 那中国一定要加强防备 很很简单 你要战时 像我昨天讲的战时 英国战时不也是配给制吗 不也宵禁吗 也没有喊英国不自由不民主 因为那是战时 情况不同了 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博弈 在进行整个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地缘政治博弈 怎么可能 你香港在最前线 一点影响没有呢 一点变化没有呢 所以有时候我啊 我这频道能给你解释清楚 很多是吧 通情达理的香港人 知道自己现在面临的什么情况 就像一个战场的情况 那我觉得啊 有些香港人 你真的希望自己的自由 民主过得是吧 无拘无束 你就远离这个战场就行了 但不要说是因为谁谁谁 哪个哪个政权啊 逼着我离开了 不是这样的 这是整个中美地缘政治博弈 一个大环境 不能也光愿中国 你想啊 97年那时候你看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为什么不干预香港事 中国不是人家威胁 中国能威胁到吗 中国那点经济威胁到西方 那西方说了 那你就啥吧 啊 舞照跳马 马照跑呗 是吧 我照样控制你地上这些产业 地归你 是吧 主权归你 产业归我 那咱配合着来吧 那西方现在发现了 中国慢慢的发展起来 二三十年 要超越西方了 中国经济慢慢发展起来了 哎 威胁到西方 那西方一定搞你 所以不光愿中国这边 我希望那些啊 你真正想过自由民主生活了 能移民咱就走 你走就完了吧 就远离是非之地 香港现在是是非之地 你远离是非之地完了 你能获得自由 但你不要说是因为谁谁谁 你移民了 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公平了 对现实不公平 因为这件事啊 是中美两国 两个 还有这个文明 我说了 海洋文明 你看英国也加进来吗 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 他博弈的结果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 换成国民党 换成什么自由民主的 什么政党 美国英国该跟中国博弈 他也会搞香港的 搞乱你的 美国搞那些民主国家 不天天都在搞吗 那当然搞你了 民主国家我也搞你 民主国家只要换个方法搞你 在议会搞你 都可以搞你 这是博弈的结果 你要想要民主自由 我建议你就是离开香港 另外也不要袭击港警 搞这些恐怖袭击这事 我觉得我这个话 应该很真诚了 另外呢 你不想参与政治的 想在香港谋生的 遵守国家 国家的国安法就完了 也不会骚扰你 对吧 你遵守国安法 也不会骚扰你 这个很简单逻辑 现在就是中美在博弈 香港被人家定性为整个前线 博弈的前线 那自然而然 情况都会变化 我觉得这两天 我说香港的事 应该把香港事 跟你说透了 在香港的中国人 还有在香港 怎么说呢 现在的一些香港人 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为什么发生这些事 香港那些 有些媒体 他不跟你讲清楚 首先我这个人 对这个事 我觉得是持着开放态度 并没有说这个事怎么样 我只是把这个前因后果 地缘政治上的利益 大国利益 把这个情况给你讲透 我还是希望香港人 能看透这个事 能看透这个事 你自己的情况 怎么说呢 有些人可以移民 有些人不能移民 你自己要规划好 另外不能移民 我觉得你在香港 你就遵守那国外法 就完了 就正常过你生活就行了 大陆不可能让香港变成什么 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动荡的源头 一定不会 所以一定会管制香港 那你知道这个逻辑了 你未来 我觉得针对大陆 对你的管制 你心里要有数 知道什么原因 你知道原因以后 你心里边就不会有那种烦躁 也不会有那种迷茫 这是我这个频道最大的作用 所以我会坚持 给香港人 像台湾人也好 海外华人也好 多讲一讲地缘政治 你听懂了以后 你心里马上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我更像一种心理医生 能把这很多事告诉你 给你答疑解惑 我觉得我这个小频道 还有点作用 就说这些吧 我还是希望香港人 不管你抱有什么意识形态 我是开放的 我不反对任何意识形态 我是开放 我只是旧事论这个事 把这个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你 你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你真的就讨厌这种集权 希望自由 我也能理解 那就移民吧 因为香港现在属于什么 属于是最前线 对抗的最前线 它已经不是一个和平的环境了 美国和中国都在这对抗 你怎么能置身失败 你还是换个国家 这是我说的实话 我觉得咱们大陆人 能跟香港人说成这样 也不容易 因为香港人很多人 他抱意识形态的成见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香港人 他能说是理解的 不愿意参与到政治 你不参与到政治 很多事离你是远远的 跟你没关系的 你该正常生活 你生活你的 就这个逻辑 今天给你讲透了 limit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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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 对 搅分 出